MING PAO TORONTO 參觀完戶外的珊瑚和藻類後 我們到了走苗場的後台 目前場內的重點培育對象之一 就是這個圓圓的東西啦 這些都是養殖草、養殖池 其實在很多的水勢研究單位裡面 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察室 裡面就會做一些重點複育的物種 比如說比較常見的珊瑚啊 或者是小丑魚或帶魚 都會用這種方式去複育他們 這個大小的話是複育到一半的嗎 一些這種野外 沒有這個是去年養的苗 然後 我們有挑一些起來 我們做一些小食物 了解 目前澎湖除了在複育馬糞之外 還有其他的海膽在做複育嗎 之前有做紫海膽 但是馬糞海膽會比較 不能再食用 對 而且這個量很少 在台灣那邊 基隆 我們現在看到海產店 很多都用紫海膽去取代馬糞 澎湖也有 近幾年 聽說連魔鬼海膽都拿來吃 因為馬糞海膽的產量越來越少 因為他們只要吃生殖餡 所以不管什麼海膽 只要挖開了就長得一樣 所以就都拿來吃 當然會有一些差異 但是以一半是長吃而已 它就無法區分這樣 不太清楚 或者是把它拿去炒飯 就混在一起 就拿一拿這樣 了解 如果我們要看一隻海膽健康與否的話 從它的管竹看得出來嗎 可以 還有它的那個脊 它如果很活躍的話 就是比較健康 它就會像這樣就很活躲 其實就是它是硬脊 它只可以這樣夠而已 但是管竹它就可以比較軟 但是你把它拿起來 它就只剩脊 對啊 但是在水裡面它就會有管束 我自己的都沒有叫做 107年啦 我們出租 我們會請你出貨 海岸的第三方位 嗯 因為只要移民進港 它會去兩家 對 所以它也不會出貨 然後美國去魚市場 對 直接去拍觀光市場 然後還有去那個海產街 嗯 然後107年是將近10萬個 然後108年 然後掉到8萬個 就是它其實有這個資訊 了解 然後109年也蠻低的 那時候好像2萬多車 對 然後但是上一天 低伏 109年 109年也蠻多車 這其實 它會有一個自己的自然小掌專門 對 就不能說如果那一年是 產量很低 就會再去說明 那一年住的中繼 可能因為航海 所以海產牙 嗯 無法成長 之類的 可是很多原因啦 所以像這個 這個滋賀的保養品 就是 也有很多民間的地方 希望他們可以 激轉和水這樣 然後呢 以後就是養殖取代 嗯 但是這個 成本 太高了 它真的到時候 一顆 炒的要賣多少 可能 民眾也不會 不會買到這樣 放流的數量其實也沒有到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多啦 可是我們會放在那個 高路 我是放在宣傳海報上的 宣傳海報上 那個海域 是一個保護區的話 我們就會鼓勵民眾說 嗯 因為我們在熱門的政策 就希望我們這邊 畫了保護區之後 我們把一些相對的資源 保持在這邊 嗯 然後到其他村裡 看得到這個狀況 然後大家願意去一起協助 我願意我這邊的村裡 我也來畫這個保護區 嗯 因為現在變成由上而下 就可以說 好我現在指定這幾個七八花花 會提出 民眾配合度不高的話 指定會提出 是 這是他們自己提出來 所以我們就變成 希望是由下而上 嗯 就先做一個示範區 然後大家看了覺得很棒 希望大家一起來做生態上的 這樣 這些在總苗場內出生的小海膽 會在澎湖縣政府公告的 保護區內進行放流 用來補充銳減的馬糞海膽 讓野外的族群 能夠有喘息的空間和恢復的時間 至於馬糞海膽的完全樣子 也就是從孵化開始 一直到他們長大 殘亂 再產出下一代這樣的循環 在技術上確實是做得到的 但是礙於成本的問題 還沒有辦法大量繁殖 因此目前也大多都是採用放流的方式 除了禁魚期之外 政府其實也有明文規定 只有8公分以上的海膽 可以採集喔 利用偵測的導向 還有漁民自主的保育 一起來賦予這個 曾經在澎湖滿坑滿谷的馬糞海膽 而在總苗場內這一顆顆的小海膽 都將成為一個個點亮希望的星火 有座覷air 那你說又綠色的 綠色的 啊你可以看一下殼型 5,6,700 這個就型ac,這個很明顯是不同的 這個形狀不太一樣 Y型的 這個也不算Y型 這是紫砍的 紫砍的 dre 對,這個是那個...我忘記了 就是在潮汗袋會在那個石頭部 美式殘海膽的殼 對,它的殼會比較瘦長 比較橢圓一點 美式殘海膽、磁海膽、馬分 用過午餐之後,我們跑到了龍門閉鎖陣地這個地方 以前這裡是一個地下的軍事坑道 是在兩年前,109年年底才開放啟用的新景點喔 但由於我們沒有預約 時間上的安排也比較不方便 就沒有進去參觀囉 這邊的風景非常的漂亮 如果有時間有機會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不過風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接下來在海邊的所有的景 都只能用配音的囉 在澎湖這個地方 有一個知名的地方名城 就是這些仙人帳的故事 被廣泛的運用在飲料、電信、食物等等 有些人可能會很納悶 為什麼澎湖會有這麼多的仙人帳 澎湖這些仙人帳 在當地被稱為金五山 這種仙人帳 其實也是很強勢的外來種 他們原生於中南美洲 大約是在地裡大發現的末期 17世紀的時候 被引進了澎湖 對於澎湖這樣的環境 又乾 太陽又大 風又很強 這正是仙人帳 最能夠體現他那獨一無二耐受性的環境 然而這其實跟他們特別的生理固炭方式有關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查看 淨天酸代謝植物 簡單的說 一般的植物在白天進行光合作用 而淨天酸代謝的植物呢 則是把光合作用分成白天跟晚上兩個部分 由於這些植物總是長在高溫 少雨的環境 因此為了減少水分善失 只有在晚上才會把氣孔打開 吸入二氧化碳 再將這些二氧化碳 先轉換成酸類的代謝物放在身體裡面 等到白天又光的時候 再把二氧化碳從中釋放 產生葡萄糖 有興趣自己去查 這個很難 總之 因為仙人帳很能適應澎湖的環境 也能接受沙地的突之 因此在澎湖 現在是水處可見了 龍門海灘是澎湖風力發電的主要區域之一 如果你想享受一個沒有什麼人的海灘祕境 這裡是個好選擇喔 這一趟盛轟之旅還沒有結束 如果從龍門沙湯再沿著海邊走 就可以到達這座果葉灰窯 這個灰指的並不是灰色 而是指石灰 在以前水泥工業還沒有興起之前 石灰這個材料當時是最主要的建材 而澎湖這個地方 因為水處都有牡蠣殼、螺殼、珊瑚礁 這些含有石灰成分的東西 只要將它蒐集起來 放到窯裡面去燒製 就可以得到石灰了 在澎湖這裡曾經有好幾座灰窯 包括馬宮、白沙、西雨、甚至萬鞍這些地方都曾經有灰窯的存在 而果葉這座灰窯大概是60年前的建築群了 灰窯本身是由澎湖傳統的建材、古老石和玄武岩建成 然而好景不長 這座果葉灰窯新建好不久之後 水泥就取代石灰成為建材的主流 因此灰窯從此走入歷史 我們今天走的好幾個景點都沒有什麼人 阿不過這個地方叫做南寮里 南寮社區 這裡是南寮 不是南... 這邊人好多 好多 南寮社區 這邊剛剛有聽洪安稍微解釋 說是早期發展比較完整的一個社區 所以它有蠻多的觀光資源在這裡 引用了一些海肺浮球啊 做一些漁村再生 其實做得蠻漂亮的 古老石 老菇石 就是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其實是珊瑚礁 它上面看得到珊瑚的孔洞 其實在澎湖這邊的傳統建材 菇老石 就是珊瑚礁啦 珊瑚的英文 摩羅的諧音念久了 摩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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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變成孤老石啦 而後來比較多人用的老菇石 則可能是由孤老石 寫錯之後變成的喔 所以正確的念法 應該還是要用孤老石 以前啊他們啊都來這邊練武功的 就會站在這個空心磚上面 然後把這邊當作沙包一顆一顆的做壞這樣子 這是以前他們練武功的方式 這個社區有很多裝置醫術 但這個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做得最像的 綠西龜寶寶耶 除了顏色以外根本是微妙微笑 水井 剛好有討論到水的問題 其實澎湖大部分的地下水 因為它海拔比較低啦 所以都是屬於半淡鹹水 所以它這邊的井水 搞不好裡面也有一部分是海水混合的 像這樣的水也許都需要經過淡化才可以使用 這個太高的 所以像這邊的井水 它可以讓你去撈撈水啊可以玩 就是千萬不要喝喔 這個對身體是不好的 就像這邊一樣一樣的 不如天啊 那是可以玩用的 它是這兒的水 ?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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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這邊野生的野狗野貌其實很多 然後一些狼人小朋友 就是很多一些供給的案件 其實台灣也是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但是為什麼澎湖會比較明顯 因為老實說澎湖它這邊它其實地真的不大 我們通常防治所抓到這些野狗之後 要去野放地點 它其實很難真的找到一個完全的沒有人的地方 放在那邊 對 像高雄或是其他比較大的 腹地比較大的縣市 其實真的找得到狗放了都市裡面 沒有人看到野狗 但是這邊其實沒有辦法 你野狗放那個地方人回去 他們又會跑回來 又會跑回市區 就是一天大概會有通報 將近10件的野狗殺案件 路殺啊 那這確實比較 其實蠻平凡的 對啊 說實話 貓咪跟狗狗的流浪問題在 不要說全台灣 全世界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光是台灣 野狗野貓的數量已經遲遇很久了 如果你像離島啊 澎湖這種地方 它等於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 像現在澎湖又是這些 小燕鵬啊 這些東西 牠們的班底 它其實很容易造成 當地的野鳥 會被這些外來的貓咪跟破壞 其實這些棟寶的傳奇 牠們就會覺得 我們就是蠻有愛心嘛 牠去餵羊嘛 那為什麼不能餵 它說其實牠們都會 就算你說廢棄物 我們還是有整理乾淨 我們也是會帶走 其實這些野貓野狗就是定期餵 因為它有力氣 它有力氣我們原本的捕獸龍就抓不到它 沒辦法用誘捕的方式 它不會去吃 它平常是有龍在餵的 然後有一些地方他們的動保場也是很有組織性的 因為通常我們 他們會認公家車 也會通報這樣子 然後如果他們會有一個群組 這裡的群組是動物餵養群組 不是男同居 台灣現在這個狀況無解 因為現在第一個法規上 就算已經有一些相關的 方向在走了 但就像你剛剛說的動保團體 其實他們應該不能算動保 他們可能比較像是設動物福祉的團體 就是它會 比較想要去當野貓野狗 用捷渣的方式慢慢消失 但其實捷渣我們一般叫TNR 它是抓來 治療捷渣在原地野放 目前 國外的各個案例來說 只要沒有在一個短時間內 很密集的把一個地方 比如說一個小族群600隻好了 你沒有把80%以上全部捷渣 它可能的成功率都會很低 所以 確實野放園放 然後像剛剛說的餵食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差的 但這個東西 還是需要大家的觀念 像 我說過我很喜歡貓咪 我也不希望牠們受苦受難 所以喜歡牠們把牠帶回家養 不要把牠放在外面養 對啊 因為牠們畢竟不屬於這邊這個土地 可以把牠當作家裡的寵物去照顧就好了 叫卡住了 對對對 可能需要幫忙了 趕快趕快 科長打個電話 幫忙一下 這隻羊羊腳不小心卡在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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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繞了一圈回來了 今天很感謝 一晚那些羊羊羊毛 我們來給教授 我們回來了 一晚了 還有去一個賊為什麼 例如那邊不能拍攝 所以沒辦法提按 好啦,快要到民宿了 先感謝宏安啦 來,謝謝宏安啦 因為我的相機我是沒有用穩定器的 所以沒辦法邊走邊錄 但其實今天大部分的影片 我都是用相機邊走邊錄的 所以在畫面的跳動上可能會不太舒服 一天會再慢慢的改善這樣 在畫面上真的那個 結果前進的那裡 這個東西是很高級的 在畫面上這個位置 即將不太認真 將不太接近 以畫面上可能會有更多的 而且是屬於吻椅物 在畫面上翻爬 換面上上這一個 是在畫面上有一個 請問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鑽鞋底取火 你是不是踩到狗大便? 我們晚上才有倒落 這個是我們剛剛去南療牛屎窟的牛屎 我們偷偷用鞋底夾帶一些牛屎出來 晚上可以做燃料 太可怕了吧 不會啦 這個很環保 這個是環保 不是... 不是... 他走去客戶